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9月19日 今天看到海外的大局员网站 发表了一条消息 讲到中国的留学生 人在海外,在加拿大 还受到了中共亡警的威胁 叫跨海威胁 应该是跨境威胁了 这个情况是非常的严重 这个篇报道是根据加拿大多伦多星报 发表消息 讲到一个来自中国西南部的留学生 就因为在网络上发表了三篇推文 很短 导致他家里人受到威胁 三个推文才有两个读者 两个粉丝 就这么点小事 竟然这个网警在国内就监控到了 他国内的父母 遭到了这个国保警察的威胁和恐吓 你说这个事有多大?太可怕了 说这个人呢 他把这个事告诉这个多伦多星报 还不敢讲真名叫星 叫丹 山丹丹花开的丹 应该是个女性吧 她在2017年9月份 她第一次通过加拿大的学生证 获得了虚拟专用的网络接入 因为学生证给你之后 就有一个上网的密码 我在多伦多大学做访问学者 他给一个手续 这是他生命中第一次穿越中共的防火墙 以前都是国内来的 看的是国内新闻 第一次到海外来看了这个 五颜六色的各种观点的这样一个网络世界吧 说出于一种保护 这个人用假名字和假地址注册了 国外的社交媒体推特 他怕国内迫害他在这边用假名 假的地址注册 甚至连性别他都设置是女的 是个男的 他设置一个女的 假装是男女的 并开始在推特上浏览各种话题 包括中国政治对话 他关心政治的 小孩出去以后打开世界了 各种事都可以议论议论 他以为没事 说是他抵达加拿大 开始留学生生活之后 他也停留在浏览推特 从来不敢在上面发帖子 帖子不敢发 最初的时候 他做的最多的是转发 还不是自己写的 转发了三个帖子 一个帖子是诺贝尔奖 想获得刘晓波去世 这要不是大连人 他住在北京 他爸爸和我住在一个区 西岗区 好像是轻松街道 好像是 刘晓波过世了 刘晓波的消息 他给转发了 还有一个讽刺习近平的短视频 不知道谁发的短视频 我每天都在讽刺他 都在批评他 可能就类似这种情况吧 那么说是这个 还有一张中共政府的腐败的图 一个腐败的一个图片 他的推特账号呢 发表之后 就两个人看 两个粉丝 说这后来随着课业的增加 说是他渐渐的无暇关系 关系这个推特 没有时间看 学习压力太大了 大学生多伦多大学 我知道那学生每天 这个任务是很重的 他从来不参加 校园内的任何政治活动 都是诺大学 有学生会 有礼拜有各种组织 经常搞一些活动 他说他不敢参加 那么呢 他渐渐的 就是说 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刻苦读书 忽然有一天 说他接到他 他国内的爸爸来电话了 非常焦虑 搞儿子你闯大火了 说怎么了 他也感到很奇怪 他爸说 你是不是在网上说了一些 关于中国政府的事 他爸爸都知道 说公安局啊 给我们打了两次电话 他爸爸吓的告诉他 说不久后 单的微信程序 也就是中共 中国国内社交媒体 就微信吧 我也有微信 我现在就基本上 不发什么东西了 怕给别人添麻烦啊 说收到了一名中共警察的 添加好友申请 说警察竟然知道他这个有个微信 加好友上来了 说是但没有贸然接受 他不敢接招啊 那个警察能给他不停的发信息 甚至打电话 我告诉他 这个他们可能找错人了 这个学生还有点小智慧 像撒谎 说你是不是找错人了 他把这个事告诉加拿大的报纸 但是国内的警察 仍然在找他 就因为这个事不停找他 他说警察告诉我呢 公安部通过我的IP地址追踪到了 公安部在北京啊 你在这里发了 他竟然找到这里IP地址了 知道他住在加拿大 还知道他的地址 住在什么地方 他们有证据表明 推特账户属于我 在这外面执法 你想 但是中共警察从未详细说 丹到底做错了什么 就是你到底做错什么 他不说 他也没做错什么 对不对 他是否违反中共互联网的法规 或者犯了什么罪 警察也没说 说从丹提供给新报的中共警察 跟他对话的截图和录音来看 他把那个警察录音录下来了 还有截图 但试图用他的法律专长 他懂点法律啊 从警察口中收集信息啊 警察这个就网 网间的警察啊 国内的只告他 这属于机密 然后就命令他 说你立即把你那个帖子删掉 你这个帖子冒犯了领导人啊 但问他说 若拒绝删删有什么结果 他说你将惹上麻烦 这个你看这多厉害这个警察 说报道说 若麻烦 在中国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委婉说法 表明中共的国家迫害啊 它的范围可以从反复上文到打电话 到禁止旅行找不到工作和软禁呢 中共当局还威胁其在中国国内的亲友 以压制海外的持不通证件者啊 这是报纸报道的 这个留学生告诉记者 那一刻实话说我很害怕 单向他的一位加拿大教授倾诉 他告他教授了 教授鼓励他向魁北克警方报告 就证明这个小孩在魁北克上课啊 上学 当他带着所有证据出现在警察局的时候 警察说他们对发生在中国的事无能为力 加拿大警察管不到 加拿大警察他执法范围只是加拿大啊 是皇家骑警 如果在这个地方有人警告你 呃做这种事情那犯法了 随威胁啊 就随要过堂的啊 要上法庭的 咱在中国的找不到警察没有办法 说是这个灵丹感到沮丧 因为虽然他不确定加拿大警察能做些什么 来帮助他在中国的父母啊 但他认为警察至少会接受他的报告 他不给这个报告报上去 警察都不接受 太多了 这种情况太多了 这样呢 如果他或他家人发生什么事 他们会有一些档案 他的意思是你做个记录 一旦我爸爸妈妈受到迫害的时候 你做一个证据 这位警察也不接受 因为这种事据我所知啊 大量存在的 说沮丧自语 他删 删除了帖子 把帖子删除了 退了一步啊 回到寝室以后 他不仅纳闷 说中共当局是怎么在海外追这么大的 为什么他们会关心他对两个粉丝的影响 就这么小一个事 怎么能追到这点来 以及像加拿大这样的民主国家 在保护他的方面 怎么能做的多一点 就加拿大怎么能保护的 保护不了他啊 说多伦多大学有一个公民实验室的主任 叫迪伯特告诉新报 专制者和独裁政权能够比过去更有效的跨越国界 这是个被忽视的问题啊 呃这个实验室啊 公民实验室 就设在那个多伦多大学那个房头那个地方 就趴过是游泳馆 就在那儿的我 我记得我曾经以前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他们举办活动啊 曾经邀请我过去参观啊 就那么一个 他能连上你这个网之后 他能找到国内的警察 那时候他就说你想不想连想连就骚扰你的人 我们能找到 我说算了吧 这太麻烦了 是不是 何必他找就找了 是吧 我也不怕 他说我们假定跨越国界的联系是良性的 但这些也是专制者用来追踪他们目标的工序 包括公民记者和研究人员 依据国外并不给他们带来曾经的那种保护程度 就是你一去到这来了 共产党冷静着你啊 你可见这个共产党多厉害现在啊 他为什么要报道这个事 证明共产党这个现在这个特别的狂妄 到了习近平时代啊 什么事都敢做啊 他们的长臂管辖 把这专制集权的统治就威胁都延伸到海外了 如果现在还不打击中共 将来整个中共就要统治全世界就这意思啊 这个报道说呢 说北京领导人认为他们有权限制定 啊 居住国外多年 甚至几代中国人民的言论自由 他们的管啊 报道还提到对温哥华附近高贵邻港 市长啊 威斯特的采访 他们几十个华人 选民收到中共官员的威胁电话 甚至这些官员亲自上门啊 这里他们感到震惊 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公众人物 他们大多数来自中国的一代 第二代移民 从事各种普通职业 就是中共的威胁啊 就是第一代第二代的威胁 下一代代的威胁 他不管啊 电话都打到这来了 他的选民说 中共官员对一些小事表示愤怒 比如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子 或者参加某个活动 威斯特表示他已经警告警察和联邦机构 因为这些华人太害怕不敢报告 在这有人都不敢报案啊 听到这些事这些人 我们他们是我们的人民 生活在我们的社区 在加拿大的土地受到一个外国政府的见识和骚扰 是如此的令人不安啊 这个威斯特说 同样令人震惊是他们十分恐惧 当我们约在我们的办公室见面的时候 这些中国的人呢 都把这个要关上百叶床 吓到这个程度 就在这个地方也害怕 他们就这么的这个恐惧啊 我听说就是 如果你手里有手机就放在这放了 你在国内就警察还能在这通过你的手机收听你家里所有的一切 我听说说这个专制政权才成立一批网络警察 特别的可怕啊 这个如果是他能统治世界就麻烦大了 真的人和人都不能讲话 你只能歌颂他 你稍微批评他就不行 啊 威斯特认为这种骚扰在加拿大各地都有发生的事件 而不是一个城市啊 说是联邦情报官员这样这样说 但他担心许多被盯上的人莫不作声啊 大部分人不敢报案啊 因为他们不敢寻求帮助 或者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说出来 加拿大的政治家也不会在乎 太多了怎么在乎 是不是啊 另外有一些中国人他们要回国嘛 回去回国就倒霉了 在这他倒不能整啊 不能怎么进步整 只要你不是像大卫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啊 是联邦政府部门叫加拿大遗产 有这么一个组织啊 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告诉这个星报记者 他们正在与司法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合作 现在开始采取措施了 制定一个战略 一项战略啊 一个办法 以更好的保障加拿大人的隐私和权利 但是呢 他说监狱这项重大工作范围很广 我们现在不能提供具体的时间表 早了加拿大办事民主的特点就是效率第一脉 你斗不过共产党 因为共产党效率快想抓人马上抓 是吧 报道说 虽然北京在加拿大的目标往往是华裔 往往远不是一个影响少数人口的边缘问题 说大温地区啊 就温哥华地区 有50万华裔 占约战地区的20% 大多伦多地区 就我居住这个区域 有63万华人的 其中很多人都遭到这种 遇到这种待遇啊 可见全世界的民主价值的国家 都赶快行动起来 唯独中共啊 否则再过几年 中共将统治整个世界 统治你的思想 不是开玩笑 完全可能成真的 这将是全人类的灾难 那么今天的海外七餐节目 这小单元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现在见